現在其實最為難就是陳吉仲 他賣不出去 他又被潘孟安嗆 那現在他不曉得怎麼辦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波嫌疾後大家都知道 不管顯贏顯輸 民進黨絕對有一波內閣的大跟動 那大概蘇貞昌就要準備要下來 因為當得夠久了 陳吉仲這些人現在都被點名了 那民進黨有幾個先是首長卸任 絕對是到中央入閣 所以現在如果你不發出一些聲音 潘孟安現在最大的責任是什麼樣 就是胡遜周春敏上任對不對 那如果周春敏上任 林志堅胡遜沈慧紅上任自己又當選 這些每一樣利多的話 對蔡英文來講就很有面子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是有迷在 潘孟安這一槍打得很重 因為他開罵之後有沒有 屏東線所有的農民 都把新的的話講出來 我覺得陳吉仲真的很有壓力 因為都講大白話 是 都直接跟你講你們在講什麼 對不對 歐美就賣不進去 直接跟你講 我現在這個價格已經暴跌 就是因為大陸進到之後暴跌 對不對 所以雲民話講得非常非常的直接 我們現在有三千六百多人 對 三千六百多賣不出去 但是你看看他不是講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外銷 內銷就三支劍 加工產品 加工產品 龍膽石斑你要加工成乖乖 這個很貴 加工成乖乖 我現在還聽到什麼龍膽石斑魚丸 你不覺得龍膽石斑在哭嗎 我們去年銷大陸六千四百噸 六千四百噸石斑 對啊 你這樣子能夠解決 現在所謂漁民會惶恐 漁民惶恐是什麼 漁民惶恐有些魚 長到一定的尺寸以後 他就準備要外銷了 那你現在無處可銷 這個魚怎麼辦 你再養大的話 他可能經濟價值就沒有成長了 你將來運輸也會有問題 現在這個有時間的壓力 因為這個一批一批的魚在那邊 六千四百噸 那現在所以 所以其實潘孟安是很聰明 潘孟安知道民怨之所在 所以潘孟安就一定要一怒 讓大家 讓他的縣民知道說 這個縣長真的在 真的在幫他們講話 因為縣民都在罵誰 都在罵那個陳其中 因為他的處理方式 是最壞的處理方式 這個六千四百噸 事實上 你如果民進黨政府拿出誠意 去真的跟大陸去把這個問題 來解決的話 這種事實上這種防檢疫的問題 只要你的主政單位 做出某種的改善 或者說我將來跟你保證 我絕對不會再有這些 檢出這種禁藥的這種魚 我會加強檢驗 我自己在我的這個 我自己的港口在出口的時候 我政府公權力涉入 你做出這種保證 如果說將來再有這問題 你再進 如果再拿出這個誠意的話 你可以幫現在的這個 我們這個南部的這個 石斑漁民解決問題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生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購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 幫你把好康帶回家 待會兒 明白嗎 感谢观看